嗨 我是娃娃 喵喵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在臉書上面買的食物 還記得上一次我們在臉書廣告上面買的 茶蛋糕 超好吃嗎 這一次我們又買了兩個東西 再來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第一個是這個 老朋友蜜汁辣掌 它是一個涼拌鴨掌 你看這個掌洗得很乾淨耶 看起來很好吃 我還沒有吃過鴨掌這個東西 然後呢 通常我看到臉書廣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留言 還有1598個留言 然後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是說好吃的 鴨掌就是鳳爪嗎 鳳爪是雞爪 這是鴨子的 你看你看還有人分享 他愛吃蒜味種的 他個人覺得不辣又帶鹼 然後你看你看你看啊 他就是這種一夜市商店 我覺得一夜市商店的東西都很燒 看一下價錢 他一致一定要買兩罐 兩罐560 那這樣算蠻貴的吧 一罐這個280 可是鴨掌成本是不是很高 那搞不好他裡面有超多比較 應該是工錢比較貴 那我們就把本人打過來 你看 就是一個大概那種黃金泡菜罐的感覺 好香喔 它裡面長這樣 它有一種黃金泡菜的味道 那是一模一樣的醃製方法 它裡面很多欸 應該有大概40個 就這樣子200多塊可以嗎大哥 嗯 還可以的 它這個小黃瓜味很重欸 很dutch 很好吃欸 它那些留言都不是騙人 但是認真的欸 就辣得剛剛好 而且裡面有那個軟骨 咬咬咬咬咬咬 很適合下酒 它還有小黃瓜跟蘿蔔 它鴨掌成本人欸 真的跟它照片的長一樣 就是那種很乾淨 品質很好的感覺 蒜味很夠 甜辣甜辣的感覺 然後它的保存方法 是要冰在冰箱 所以夏天吃了我覺得很開胃 就是會冰冰涼涼的這樣 很爽欸 我覺得這個自己晚上看去 然後一直 一罐就沒了欸 日本這個量不太多分高 每份七十三大卡裡面有十份 吃多還是要配水啊 會有點鹹 這個好好吃喔 它原料很簡單欸 小黃瓜、蒜頭、辣椒、糖、鹽、白醋 就這樣 這個我要給它8.5分 給你拍拍照 給你放夜了 把那個醬拿來跟飯攪一攪似的 嗯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東西是什麼 第二個東西呢 是這個爬爬飯 它是一個辣椒醬 我現在有點找不到 當初它下果高的那一篇貼文 反正呢 這個東西底下的留言的形容 好像比剛剛那個辣椒還要更厲害 但是它就不能這樣吃了 它就是號稱呢 可以配飯啊 然後配水煎包啊 水餃啊 各種 我們來看它的那個官網 飯麵水餃配什麼都好吃 爬爬飯雙椒醬 最容易下飯的辣椒醬 你看你看你看 然後它主打說 不太能吃辣 又超愛吃辣 有沒有 有沒有看起來很厲害 這些人是誰 素人 喔 它一瓶也要230耶 剛剛那個要280 這個辣椒醬 它可以吃比較久啊 它可以 它有出隨身包耶 好 冰箱小貼紙 喔 倒 倒 倒 怎麼那麼快 就是要調味 辣椒醬 飯喔 就是這樣子 好像什麼魔鬼椒 朝天椒 有點像 一般小吃店的辣椒醬 可是不會 有那種很刺皮很辣的味道 我覺得它多了一個很香的味道 還有蒜頭 只有這個 有沒有小天使準備的麵 這個應該跟滷肉飯一樣 單吃就好吃 誰家裡這樣攪麵 這樣根本就沒有攪開 攪不下去了 你這樣根本就沒有沾去裡面 這樣根本就沒有沾去裡面 這種辣我不行啦 我覺得很辣 這加太多了 我覺得它本身不適合單吃耶 它其實不會咸 它是只有香氣 所以它可以讓那個食物再提升一個層次 讓它本身單吃能夠味 它有加花椒粉 可是沒有什麼花椒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滿鹹味加夠以後 應該會很好吃 很好吃耶 可是重點是這個啊 不是銀豆味啊 我們的順序錯了 應該先單吃有加醬再配上去 因為我覺得它是有提升它的香氣 沒錯 這是好像我覺得沒有到必買 普通普通 就是你如果常常吃飯覺得味道不夠 有這種需求的話 是值得試吃看的 那我寧願吃老乾媽耶 我喜歡老乾媽 好 今天的影片都不是業配 都是我們自己買來吃的 不要一直玩桌子好不好 但是那個辣椒真的可以買啦 我等一下就要去買一個實香 那個大概一餐就可以吃完了 如果兩個人的話 我開始有感覺到這個香氣的厲害了 所以你喜歡喔 我還蠻喜歡的 記得追蹤IG娃娃娃娃 按讚訂閱開鈴鐺 掰掰 吃飽了 那等一下晚餐怎麼辦 這是鴨長 喵喵喵 Jolie要來了 Jolie密我們 C Hani C Hani